请问一下 请问 您在办公室跟家里面的 会不会想要有做一个同步的效果 浏览器啊 比如说你在办公室 或不同阶段里面你看过的资料 包括你去过网站啊 书签啊 会不会有同步的 或者你曾经打过的帐号密码 还是里面你家里一个 办公室一个 然后老师在去不同的地方 这个网站那个地方去过 可是这里没有去过 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 你可以试看看喔 因为在 Google浏览器里面呢 这个大家应该都会的嘛 Ctrl加跟简有没有 放大缩小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搭配滚轮 Ctrl加上滑鼠的滚轮也可以放大缩小 这是上次老师有分享的 这个呢 是Google同步的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您看 浏览器里面呢 你到这个设定里面 有一个叫做 设定 你们的可能要选项 因为我这边更新比较新的版本 比较新的版本 那 点下去之后呢 现在有广播吗 没有 好 这样 好 你从这边就是 从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 设定 那么你进来之后呢 这边会有一个 有没有 如果你有登录的话你可以让他去同步 也就是说我今天比如说像我在notebook上用的 我用完了 我做上行的 就会跟这边是同步的 我曾经去过的网站 有做过的记录有用过的一些 所谓的元件 他都会同步 那这样我就不用担心说 我在 这台用的时候 滑那一台滑那个资料是在那一台的 怎么样 没有重复到 我又必须要回到那边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功能 这个是 你在浏览器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的 那么 我们 这边呢 刚刚讲的加 有没有 Ctrl加减 或者你搭配滚轮 有没有 Ctrl按着搭配滚轮 一样可以 因为在我们放到桌下的时候 阅读会比较方便一点 另外呢Google其实还有一个蛮重要的特色在哪里 在这边 您看 您增加一个之后下面这里 这个是我现在比较常到访的 您看右手边这边 这个叫做什么呢 你们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多啦 因为我有加 我有加进去 你们应该是 只有一个到两个 对不对 这个叫做他的 线上的 方便 Google线上方便 也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从里面找到很多 那像我们上次不是有看过这个吗 人体的 有没有 其实那个人体的 那你可以透过这个线上的商店 你去找 当然游戏也很多啦 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你透过这种方式 可以找到更多 你觉得比较实用的 一些应用工具 或者是 玩的 他等于有点类似像手机那个应用程式 那你有登录过的 像我这边已经跟我的 桌面是同步的 所以我从这边就会找到 那这个是有中文的 所以你应该是不需要 我看一下 这边 直接 换一下 Location 台湾 这个可以改一下 OK 我们改变一下 我用繁体中文 好 这样就中文的 有没有你可以 通常我不会玩游戏啦 你这样玩游戏我等一下 但是我会找很多 跟 生活上比较关系 或企业比较有关系的一些 有没有 工具我就可以来这边用 那这样子 在使用上 相对会比较简单 所以你日后呢开新的时候呢 除了 用这边网页外 你比较常用工具 你可以把它变到里面来 好变到里面那我就可以直接点过去 那你可以一页不够 我可以第二页第三页 就可以像这样子 所以比较像好像在什么 手机里面用一样 好那 另外呢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服务 顺便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大文件的分享 这个 你可以 如果你有登录的话 比较方便 那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用 因为 我们都知道 Email的附件 请问大部分 档案上线是多大 大概是10到20MB左右 对不对 超过你要分享 都不容易 不大容易 所以 这个网站呢 你可以上传很大的 档案 好像到2G的样子 那他也很单纯 你只要把档案 选好了 比如说我把这个 点进去 好 传上去的 那你可以点到这边 他就把那个网址就复制到简连补上 所以别人要看的时候怎么办 从这边您看一下 他就 直接从这边直接下载 有没有 我这个网址 好像还没上传 还在上传中 这个还在上传中 有没有 还在上传中 那如果 已经上传完了 你把它点进去 他就是直接出现下载的画面 所以这个 方式也蛮不错 但比较适合就是什么 没有 隐私性的 或者有时候你要分享软体 对不对 这个软体我要拿给你又不方便 那你要用传的又很慢 这个时候可以用这种方法 所以我想给大家 稍微参考一下 因为Google的那个 WebStore上面有蛮多工具 你可以去选择 请不吝点赞 小便 小便 就是 感谢观看